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就香港的問題不斷出招 最新的這一招 就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 要求聯合國理事會召開會議 討論香港局勢 他們指出中國近期的行動 已經從根本上破壞了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 屢頭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 而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在聯合國登記了 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 由於牽涉到國際和平和安全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認為 是值得聯合國安理會立即注意和討論 因此美國呼籲召開視訊會議 討論中國近期的行為 以及中國提出的港版國安法 因為這些法律將會威脅到香港的民主體制和公民自由 中國方面當然斷言拒絕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發表twitter帖文說 中國斷言拒絕毫無根據的要求 因為港版國安法的立法是中國內部事務 無須得到安全理事會的授權 美國方面如何回應呢? 他們說 預料中國拒絕召開會議 美國批評中國這個舉動 以及中國對疫情的全面掩蓋和管理不善 對國際人權承諾的不斷違反 乃至中國在南海的行為 使得世人清楚地明白到 中國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作為負責任的聯合國會議 美國呼籲中國要立即改變方向 兌現中國根據中英聯合聲明所作的承諾 為何美國會在這個時刻突然又將中英聯合聲明擺上台面呢? 甚至乎擺在聯合國安理會當中討論 顯然地美國政府就是要向國際社會重申一點 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的而且確是聯合國的文件 而香港議題也是國際社會的議題 是需要國際社會熱切地關心的 中英聯合聲明肯定會遭到美方緊咬不放 在未來的日子 中英聯合聲明將會成為美方向中方施壓的其中一個重要媒介 到底中英聯合聲明裏頭寫到甚麼重要呢? 當中其實中國答應了香港的甚麼呢? 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三段 《括弧5》就說明了 說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 生活方式不變 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 遷徵、通訊、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 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 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 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 說明這些自由是受到保障的 第十二條是說甚麼呢? 就是作出了五十年內不變的承諾 起碼說中方答應了這些 到底有多少能做到呢? 這當然是需要國際社會的緊密監督 沒有理由簽訂了這個國際條約之後 原來是可以走樣變形的 原來是可以不遵守的 因為這是聯合國文件 所以它的地位這麼重要 絕對不是中方所說 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成為一指的歷史文件 英國已經履行了它的責任 是沒有權再去監督 喂 那麼它作為其中一方的太弱國 它絕對是有這個道義責任去監督 而中國作為其中一方的太弱國 也都在中英聯合聲明當中作出了若干的承諾 好了 當香港走到今時今日的時候 有國家走出來提出說要檢視一下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情況是怎樣 喂 原來當中有很多是變形走樣的 被人指控是 喂 那麼你當初中國作出的承諾當中 有多少是兌現了呢 有多少是有遵守到承諾呢 有多少是彈票呢 喂 那麼國際社會一定是要關注的 因為英國作為其中一方的太弱國 他們就已經遵守了承諾 將香港的主權移交到中國手上 那麼中國現在就掌握了香港的主權 但是當中 中國承諾的東西有多少是實現到呢 這個當然是國際社會需要關心和注視的議題 因為這些承諾就是換取英國 將主權移交到中國手上的一些交換條件 所以這一份不是歷史文件 是仍然生效的東西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美國方面的消息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史迪威透露 說華盛頓有很多可能採取的反制措施 包括了簽證和經濟的制裁 而路透社也引述了消息人士說 美國正在考慮 暫停香港出口到美國貨品的優惠關稅稅率 到底這項措施會對香港帶來有多大的影響呢 根據美國官方的數據顯示 在去年 美國只是進口了價值47億美元的香港貨品 故此 一旦美國真的採納了這個制裁措施也好 其實對於香港的影響相當局限 主要是集中在高科技行業和貿易行業當中 當然這兩個行業也是叫苦連天 一旦採取了這個措施 基本上判定這兩個行業可以拜拜 因為香港現在出口到美國的貨品 是享有關稅優惠的 如果關稅跟大陸出口到美國的商品 是看齊的話 基本上香港的貨品就沒有競爭力了 是可以穩定其他地區的買家也可以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到底中國可以有什麼反應呢 路透社就說 目前香港對於美國進口貨是實施零關稅的 因此美國一旦取消香港特別關稅優惠的話 可能會招致中方的報復 目前來講 香港就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地區 金額達到261億美元 問題就是 其實這個反制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香港一向都是實施零關稅的 如果突然之間說要對美國進口的貨品提升關稅的話 基本上就是賺自己的貨品 也是經濟自殺的行為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所購買的美國貨品當中 有相當部分都不是香港本地來消費的 不是本地來使用的 而是轉口到大陸的 如果又提升關稅的話 豈不是大陸賺自己的貨品 如果再倒閉這個途徑的話 到底是在制裁誰呢 所以我就判斷這個所謂反制措施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好了 另外就是今天金管局都回應了關於聯繫匯率制度的問題 因為美國的Market Watch 今天就登了一篇文章出來 引述了英國的一名經濟師所說 說香港政策法 又稱香港關係法 列明港元可以自由兌換美元 而且不設上限 若然美國採取行動 限制香港金融管理局獲得美元的資金 將會是一個極端的核選項 這樣就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銀行業 行運業和物流業 同時會引發廣泛的資本外途 金管局的消息人士就說 聯繫匯率制度早在1982年的時候實施 比起1992年才訂立的香港政策法更加早 故此就不存在需要美國方面批准的問題 我就真的去找了香港政策法來看 的確有這一條 就說美國繼續批准 港元可以自由兌換美元 到底聯繫制度是不是需要美國批准 還是不用它批准呢 在太平盛世的時候 當然聯繫制度就不需要美國在這裡干預 不需要它批不批准 只要你香港的金管局有足夠的外匯儲備 你就可以繼續行這套聯繫制度 但是現在的政治因素就不一樣了 如果美國說它不再批准你這樣搞的時候 它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呢 美國其實可以援引兩條國內的法例來做 其中一條就是1988年通過的 貿易和競爭力綜合法 另一條就是2015年頒布的 貿易便利化和貿易執行法 這兩條法例到底有什麼巴士幣呢 它就是決定了到底哪一個國家 是有操進匯率的行為 那麼現在你這個聯繫制度 在香港政策法當中說明 美國允許你這樣去搞這個聯繫匯率 那麼若然它到現在說要反口的時候 那麼它可不可以援引這兩條法例 就說你是在操控匯率呢 那麼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我不是美國的法律專家 只不過要被列為匯率操控地區有哪三項的條件呢 第一項就是有巨額的經常帳盈餘 第二項就是跟美國有巨額的貿易順差 第三就是持久性地對外匯市場進行單方面的干預 那麼其實香港的經常帳是不是有盈餘呢 連續十幾年都有了 到底跟美國有沒有巨額的貿易順差呢 就絕對有了 最大貿易順差呢 第三項的條件我就不懂得分了 我不清楚了 反正來說 如果美國要將你這個聯繫匯率制度去取消或者否定的話 其實是有很多方法去做的 那麼當然 你到底就看看你那個金管局的根底有多厚了 現在你說有四千六百多億的美元外匯儲備 那現在當然你說 你還有那麼多錢在這裡 就叫那些投資者不用擔心 那一旦走資的時候就怎麼辦呢 一旦大規模撤走的時候就怎麼辦呢 當然 美國有些企業其實就不是很願意離開的 那麼他們就已經是作出了一些呼籲的了 就叫特朗普不要急於就著這個港版國安法 是有些什麼的回應 並且不要那麼快取消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因為這樣就會傷害到香港以及香港的市民 那麼不僅是傷害到香港的人 而且還會傷害到這些在香港的美資企業 所以他們就叫特朗普要執行得慢一點 其實特朗普到現在這一刻 他都未公佈究竟會有什麼的制裁措施出台 只不過他就說 在星期六之前會公佈一些強而有力的措施 到底是擠牙膏式地慢慢擠出來 或者是一鋪過就塞爛 我估計是前者居多 如果是塞爛的話 有些是執行不及的 至少那些美資企業 他要走也走不及 好了 如果說他擠牙膏式的話 他可以有什麼輕微的制裁措施出台 可能主要就是針對個人的 例如禁止某一些人入境 或者是凍結他在美國的資產 這些他簽署一套行政命令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 還有兩天就會揭曉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